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红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誉为食料佳品 它被李时珍尊称为心之骨 揭示了红豆对于养心、护心 促进心血管活化的重要作用 红豆源自于中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不断地探索出更多新鲜的食用方法 以提升红豆的口感和养生的功效 与绿豆、环豆、黑豆等豆类食品相比 红豆的口感更加甘甜可口 用途广泛 红豆不仅可以作为主食 搭配菜肴 还可以制作成甜品和点心 更被人们称赞为 具有美容、养颜、逆水、消肿、补血、养心等功效 为了更好地发挥红豆的营养作用 人们不断地探索各种搭配方法 与其他食物搭配不仅丰富的口感 更使红豆的养生功效翻倍 第一、红豆的营养价值 本草甘木提到红豆能够逆水消肿 养阴、润肤 常食用红豆有助于排水、消肿 同时滋养皮肤 本草甘木再新提到红豆、入心、肺二筋 红豆的溺水除湿、河血排龙、消肿、解毒等功效 使其成为中国临床上常用的治疗药物 对于水肿、脚气、缓胆、腺溺、变血、臃肿等疾病 红豆均可发挥一定的疗效 在中医理论中 这些疾病的发生多于体内失血过重 气血不足、热毒温解等因素有关 红豆通过溺水除湿、河血排龙、消肿、解毒等作用 可有效地改善这些症状 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除此之外 红豆还具备许多营养成分 红豆富含营养成分 主要包括的蛋白质、糖类、脂肪、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B1、钙、铁等 红豆还含有多种无基盐和微量元素 如铁、磷、钾、铜等 此外 红豆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润躁、通便 调节血糖和血压 具体来说 每100克的红豆 蛋白质含量约为21至23克 脂肪含量约为0.3克 碳水化合物含量约为65克 红豆还富含维生素B1和钙、铁等矿物质元素 那么坚持吃红豆对身体有哪些益处呢? 1.抗氧化作用 红豆富含抗氧化剂 如多酚和类黄酮等 这些化合物可以帮助减少自由基的损伤 预防细胞氧化和炎症 有助于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 2.降低心血管疾病 红豆中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 控制血压和减少血液中的血小板凝聚 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3.改善消化系统健康 红豆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 预防便秘和维持肠道健康 4.控制血糖水平 红豆能够降低血脂 高纤维、低糖和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组成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 使血糖缓慢升高 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去使用 5.促进肾脏健康 红豆具有逆尿作用 有助于排除体内废物和过量水分 对于肾脏功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红豆和它是环境搭档 坚持每天、常喝 有助健脾、养胃、补气血 第一种,红豆加橙皮 红豆和橙皮被誉为环境搭档 对于身体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益处 在中医理论中 红豆具有清热、解毒、腻尿、消肿等多种功效 能够改善人体消化、代谢等多个方面的功能 而橙皮具有锂气、化痰、健胃消食的作用 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改善消化功能 同时对于痰多、咳嗽等症状也有缓解的作用 如果将红豆和橙皮搭配在一起 能起到相助、相成、增加彼此功效的作用 坚持每天饮用这种搭配的饮品 对于人体有着非常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 第二种,红豆加桂圆 红豆与桂圆相互搭配熬粥、煮水 不仅美味可口、还具有卓越的滋补养生的作用 它们能够有效的补充气血 使女性的脸色变得更加的红润、有光泽 同时红豆桂圆周还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长期使用可以使皮肤更加的细腻、光滑 对于那些经常感觉到四肢乏力、神经疲惫、食欲不振 动辄汉多的人群,红豆桂圆周更是养生保健的优选食材 它们能够提高女性的人体免疫功能 让人体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更强 同时对于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导致的面色、暗黄、无光等问题 红豆桂圆周也能够起到明显的效果 第三种,红豆加红枣 红豆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而红枣是一种滋补品 富含维生素C、膳食纤维、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它具有补充益气、养血氨绳、美容养盐等多种功效 将红豆和红枣搭配在一起,可以使它们的营养成分互相促进 更好地发挥健脾养胃、补气、血的作用 在中医看来,皮为后天之本 而红豆和红枣的搭配可以有效地改善 健脾胃的功效促进气血生成 从而达到健脾养胃、补气、养血的效果 第四种,红豆加银耳 红豆银耳搭配不仅味道鲜美 而具有多种营养和保健功效 具有预防便秘、美容养盐、降血压、润肺、脂婴、减肥、瘦身等多种功效 使用红豆和银耳还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银耳中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包括酸性多糖、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等 这些物质对于人体有很大的益处 红豆也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如蛋白质、脂肪、糖类等 这些营养搭配 可以促进体内的免疫细胞活性 提高肌体免疫力 增强抵抗能力 红豆虽然营养丰富 而且功效非常多 但以下这四类人是不建议吃的 第一类患有痛风的人 因为红豆中含有较高的漂磷物质 可能会增加尿酸水平 因此痛风患者不建议使用红豆 第二 消化到问题 或容易患肠胃胀气的人 因为红豆中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 大量摄入红豆会引起胃胀气、腹胀气、腹痛等消化不适 这些问题 第三种就是过敏性比较强的人 因为红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 第四种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幼儿 由于红豆善食纤维和其他的成分 对于消化功能尚未万全 发育的幼儿来说 也要少量的吃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